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台湾人的视野开始 跟世界的所谓的弱小民主注决 接轨的时候 台湾人就走了另一个反日的方式 那这个反日在历史上的定位叫做 恢复造民主抗日运动 那其实这个恢复造民主抗日运动的一个启发点 就是当初的台湾人 一直要求一个投票权 那这个投票权 当然是从所谓的一个议会制度开始的 所以当初台湾人就结盟主立成了一个运动 叫做台湾议会骑成运动 那这个议会骑成运动 如果像所谓的台湾总督 申请的话 台湾总督当然是不可能 是会准以台湾人这样的一个自治权 所以说当时台湾人的这些宣决者 他们就想出来一个妙计 就是说我干脆用一种月级报告的方式 就是透过某一方面 日本的一些比较开明派的一个国会议员的一个帮助 然后直接向日本的国会呈情 那这样子当然是惹恼了 当初的台湾的最高统治者 台湾总督 所以说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台湾人也觉得说 每一次呈情大概都被剥回 而且日本人一直不给 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圈的时候 台湾人当初就提出了很多的一个呼吁 他们说你作为一个统治者 你要我们缴税 你要我们承担各种的一个义务 但是你不给我们权益 这样子是很不公道的 所以当初台湾人就开始有所谓的 政党组织的一个呈现 那这个政党组织是以所谓的 台湾民众党为代表 那当初的台湾民众党 它走的方式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当初又有一个次团体 所谓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一个出现 那台湾地方联盟出现 他们主要的一个诉求 就是要求选举权 所以他们当初就透过 当初的一个民族运动的一个机关报纸 叫做台湾新民报 然后这个报纸 台湾人就开始办自己所谓的一个模拟选举 那这个模拟选举就是说 透过办报纸的一个版面 然后把这个候选人的镇静跟他们的政治报复 这样子告知所有的一个选民 当然这个选民就是一些月报纸 然后透过这些月报纸的一个认知 然后他们就利用报纸 然后刊登所谓的模拟选票 让他们投票 而且把当初投票的那个名次 得票数逐一的公布在报纸上 那这样的一个运动 当然引起当初台湾人 极大的一个兴趣 因为当初没有投票人的台湾 没有投票钱的台湾 当然看到这样的一个模拟投票 他们总觉得这个就是 给他们另外的一个视野 可以去做参政群的一个表示 所以这样的一个运动 在当初得到一个很大的回响 我想这个运动一直到1935年时候 也逼使日本人不得不开放 当时所谓的接庄的嫌疾 听众朋友 在日治时代 台湾民众一直无法获得选举权 因此1930年 台湾新民报开始办理了 模拟选举的文宣工作 到1931年 模拟选举正式揭晓 一共收到了选票达到19万张 虽然这是一次假投票 但是大家总算透过这次的模拟选举 过足了投票瘾 而且到了1935年 台湾人民总算拥有了 第一次的真正投票权 短短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仆明